五十幾年來我個人的生活的一個心得 你只要肯分享捨得給共承擔 當初是年少輕狂 家裡也給了很多的資源 讓我去開設清潔公司 可是真的年少得志大不幸 你經驗還沒那麼多在商場上就跌了一跤 後來也勿交損友 去年少輕狂去做了一些不該做的事 還好我們爸媽每次都不值千里 循循散漁 讓我可以再回到正軌來 只要你肯改過 家人永遠都是你的最大的資助 之前我也是別的協會的一個理事 我們都有一直在進行關懷弱勢的活動 我們想成立一個協會 我們就可以自己去主導我們要關懷哪個層面 哪個區域 所以才去號召各界一些好朋友 各界的三星人士來成立 新北市移民海口發展關懷協會 因為想說那邊是本來就有一個團體 那我們在號召成立另外一個團體 又有更多不一樣的人士來加入 可以來關懷更多的層面 我們都知道捨得捨得啦 你有捨就會有得 而且它會形成一個善的循環 一個正的循環 做公益 所以有些人不想去參與公益活動就是 他不知道他們這些錢花到哪邊去 所以我們一定要做到公正公開 你做了什麼事 你要讓你的會員去了解你關懷的對象 你有沒有真正的去做到審查 訪視 才去做這個活動 才不會把人家辛苦的血和錢浪費掉 這是我個人給大家的建議 我是天鄉雲林仙台西 這個地方喔 腎臟病 它的流行率又很高 一些用藥的知識又不足 在我們國內來講算是一個 各公益團體比較舒服的地區啦 而且又是很平均的地區啦 那當然我第一個主要目的當然就是 有能力我們就回鄉去舉辦去回饋 帶給他們更多的一些啊 比如說篩檢啊 或是物資的發放 改善他們的生活 讓他們更健康 這樣子 因為我們短期喔 短中期我們就不定期的喔 我們來做一個個案的防止 當然在長期方面我們喔 想要說我們每年來舉辦一個大型的一個關懷活動 喔 號召更多人來加入 我們不會侷限在某個角落啦 我們的宗旨就文身就服喔 喔 隨行功德喚行自在 讓活動更盛大來關懷更多的人 讓萬事起頭難 當然我們一步一步的做 那就會更多的人來跟隨我們的善行喔 喔 來攜手公益性喔 按ucks家 Rent美 中選網 針對 我不知道 我們失oman Embassy 莫 andy 混 dump colleg 唱 那 名